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美國真的很怕老大地位不保了 住處要延緩大陸的發展嗎 但是最近有許多消息 都來看到美國事與願違了 包括來看到的是 摩根史丹利 他有分析說 明年大陸經濟增長會結束兩年的放緩 增速可以達到美國的十倍這麼多 另外大陸製造業製造能力很強 軍事更是如此的 解放軍已經成為世界上武器的裝備 更新換代速度最快的軍隊 這樣的中國速度 美國當然是難以來看到 跟上它的一個步伐的 而根據美軍的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 解放軍的武器的更新速度 已經來到美國的六倍了 所以您覺得 拜登政府加大力道圍堵大陸 真的有辦法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嗎 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請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一起來聚焦最近來看到是 中國航空工業官方發布的 這個重磅宣傳照 長這個樣子 來我們近一點看 這一張照片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了 看看這一張導播Tag的這個照片 很關注 因為這樣官方照片宣傳照 背景就是一架用運20為基礎 給裝來的特種機 它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機身的頂部 還有包括它的下方這個地方 都安裝了白色的整流罩 這樣看起來呢 這是距運油20的大型空中加油機之後 又出現了新的一款 以運20戰略運輸機為基礎 改裝而來的特種機 而這一款特種機是什麼用途呢 來看看有這三個用途嗎 第一個 第一種可能會不會是 空井3000的大型預警機呢 真的是有可能是空井3000嗎 或者是說它是運20的戰場監視機嗎 戰場監視機嗎 它專門是用來對標美軍的E-8C 戰場聯合監視機的對標的裝備嗎 雖然它名字叫戰場監視機 但同時呢 也擁有很強大的戰場的指揮能力 好 第三種可能會不會是這個啊 也就是呢 大陸的核戰指揮機 也就是末日戰機了 您覺得哪一種用途最有可能呢 也來一起聊聊了 接著我們來看看 一起來分析 這三種的可能性用途 我們先來說 中國大陸核戰爭的指揮機嗎 好來不久前 大家都知道說呢 來看到 美國不是有發布有關於 中國大陸核力量的建設最新報告嗎 然後就說解放軍呢 其實有出面來回應 還首次用到了大陸核力量 現代化的表述 叫做核力量現代化的表述 之後呢 社交媒體平台就傳出了 剛剛我們說的這張照片 旁邊的這張就出現了 也就是解放軍難道是新一代的核戰爭指揮機的照片嗎 陸美來看到 科羅廖夫他則是特別說 這也就凸顯了剛剛說的那一段話 大陸核力量現代化的這一句話的含金量 同時呢 對於已經很明確要打造強大戰略威者體系的大陸而言呢 這一款中國大陸末日飛機呢 來的也很是時候 陸美說根據美俄的之前實際經驗 這一款的機背還有機腹部呢 都疑似加裝了通信這些設備的運二林 極有可能就是一款核戰爭指揮機 也就是外界常說的末日飛機了 由於很擔心在作戰的時候出席會遭到核打擊嘛 所以呢 要達成指揮體系的徹底的癱瘓 所以呢 像是美國跟俄羅斯這一方面呢 都專門研製了 專門的來看到核戰爭的指揮機 就是末日專機 那以便最高領導人跟軍方的高層呢 能夠在作戰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方便的 在空中就能夠指揮來協調 確定呢 辛苦建立起來 三位議題的核打擊體系 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們來看看美國的部分 美國呢 空軍它有四架戰時指揮的 來看到E-4B空中指揮機 平時這些飛機大多是停放在 美軍的戰略司令部的所在地 也就是內部拉斯加的 奧法特空軍基地 平常是放在這個地方的 那但是一般呢 也會有一架的E-4B 始終會伴隨著 美國總統的專機 也就是空軍一號了 進行部署跟行動 由於呢 剛剛說的E-4B E-4B 它可以搭載超過110人 飛機頂部 頂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一塊 突出來這一塊 天線罩裡面呢 其實安裝好這個 這一塊 突出來這一塊 它其實就是安裝了 至少65條的衛星天線 它可以確保在飛行過程當中 對外通訊是非常暢通的 因此這種飛機呢 就被戲稱叫做 空中的五角大廈 那除了呢 空軍有負責的E-4B呢 美國海軍負責營運的 也有另外一款 好看看叫這一個 長這個樣子 叫做E-6B的水星通信中繼機 它也承擔著類似的任務 這款飛機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確保 美國遍布全球的戰略 核潛艇 核潛艇喔 可以隨時隨地的 接收到攻擊的指令 好那在之前的時候 北約啦 NATO還有俄羅斯 都有在歐洲 舉行核軍演的時候 美國本土的 剛剛說的這一個 也就是E-6B機的 這個機隊就頻繁的起降 引發了全球 對於美俄核戰爭的擔憂 而作為呢 昔日美軍在核武領域的 頭號競爭對手 俄羅斯當然也有自己的 屬於的核戰指揮機 末日的飛機 譬如說來看看 俄羅斯的部分 如果真的有核戰爭爆發的話呢 普丁 他就會搭乘的是 由E-86科基 他基礎上 引發而來的 E-80核戰的指揮機 這款指揮機 最明顯的外觀呢 也就是看看 剛剛說的這個機頭上面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很發現 很明顯的一個包啊 這個包其實就是 剛剛說的大型的整流罩 裡面呢 同樣就是安裝了 衛星通信的天線 再加上機身 來看到這一邊會比較清楚 機身的這邊 這邊也比較清楚 有一個一根的 來看到機身呢 有個刀狀的天線 以及機翼的下方 還有專門掛載 兩台發電機的吊艙 來這邊 發電機的吊艙 這都非常的清楚 1280它同樣也能夠保證 在核戰爭爆發時期 長期能夠在空中的飛行 並且呢 進行聯絡各方部隊 能夠展開反擊 也因此呢 中國大陸剛剛說的這一款 再來看一次 新的運20機型上 出現類似像是 1280的整流罩 還有基附的下掛 有沒有可能就是呢 天線 通信的天線等等呢 相關輔助的設備嗎 大陸之所以會選擇 剛剛說的運20來進行改裝 運20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用運20來進行改裝 核戰爭指揮機呢 而沒有像美俄一樣 美俄選擇是客機 其實有多重的考慮 當然第一個是作為 核戰爭中心的指揮中心 核戰指揮機 最好選用是國產飛機 國產的飛機是很重要的 當然有防密的問題 好 那中國大陸 國產的民航客機起步的確是晚一點 但是也是後起之秀 譬如說談到C919 C919剛剛進入量產階段 技術上遠遠還沒有運20成熟 其次呢 外界常說的末日飛機呢 它的核戰爭的指揮機 它需要在空中 進行長時間的飛行 所以以美國的這一款來看看 美國 這邊有 美國的E4B E4B 它在空中加油之後的續航時間 就有多少 就有35個小時了 設計目標更是可以在空中飛行一周 而不需要降落超長的續航時間 再加上大量需要添加的通信指揮設備 這一類的指揮機 就必須有足夠的體型 不然的話 這個安裝設備大量油艙 都會是一個大問題 而縱觀中國大陸所有的國產飛機當中 體型最大了 航程 巡航時間最長的當然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運20啦 它是最佳的選擇 好 這一次的工航工業 如中航工業 如果真的由運20為基礎呢 來進行打造核戰爭的指揮機 這個領域開始探索的話 這也證明中國大的核力量的現代化 真的進入到新的一個階段 剛剛說的是第一種可能 另外呢 陸媒書件雜談也提到說 不少人認為會不會這款飛機 就是傳聞已久的空警3000呢 大型的空中的預警機呢 因為啊 在之前網友製作的這一張呢 空中的大型預警機空警3000當中呢 這想像圖當中 它機身上也有用在隱藏的 相控正雷達還有天線的整流罩 不過這一次出現的 也就是這一款呢 來看到運20特種機的模型上 並沒有在側身上面有出現大型雷達 跟天線整流罩 書件雜談就個人認為說 這個機型啊 這個機型如果說它是空警3000 它認為可能性比較小 它說呢 從機身的頂部 還有下方白色整流罩的外型 和安裝位置上來看 它認為更有可能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 看看呢 它說有可能是什麼呢 是這一個 叫做戰場指揮的通信機 它說運20戰場監視機呢 它就是專門用來 跟美軍的另外一款叫做E-8C 美軍叫做E-8C 這個 美軍 這叫E-8C 戰場聯合監視機 來進行對標的裝備 雖然這個名字叫戰場監視機 但它同時也擁有非常強大的什麼呢 戰場指揮能力 在此之前呢 大陸也具備了戰役級的 戰場指揮能力的特種機 主要是由什麼呢 主要是由高星家族當中的高星4號 也就是呢 運8T的戰場指揮通信機 那該機呢 主要就是用來呢 對戰場的級別提供 戰場通信的提供支援 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執行指揮的任務 而除了呢 目前大陸常用的短波通信啦 長波通信之外 還會支持的是衛星的通信等等的 但是因為呢 這一款研製時間比較早一點點 所以它沒有裝備合成的孔徑雷達 再加上呢 它平台本身有局限性 導致它發展的潛力是有限的 隨著大家都知道 現在解放軍的現代化程度不斷提升 尤其就是呢 大量無人的作戰的裝備 還有呢 單兵的作戰體系啦 電磁作戰體系的裝備等等 都大大提升了 解放軍對於戰爭的指揮能力的要求 而且呢 以裁軍的平台為例 譬如說在台灣的作戰方面呢 光是解放軍自己就有呢 數十萬的登島的部隊啦 還有呢 上百艘的各式的戰艇啦 上千架的固定翼戰機等等等等的東西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中國大陸這個在發展方面呢 軍事上面真的很強 尤其大陸的崛起 美國也非常擔心啊 除了軍事發展很快速 高科技也是如此 美國才會極力來打壓嗎 來看到根據呢 美國國會公布的一項呢 法案說Titalk被禁止在大多數的美國政府設備來使用 說什麼呢 有國安的問題 對此呢 前立委雷線就說了 美國你好像是黑幫老大的黃昏耶 不斷的強迫別人抵制大陸 因為過去美國不需要動到這樣的手段 因為過去呢 美國的科技發展它在上游 它授權或不授權給你 它就可以決定 你用什麼樣的技術去做什麼製造 你就要符合我們美國 所設定的這些遊戲規則 所以科技的研發跟市場呢 是過去美國常常使用的手段 進入WTO之後呢 它就把這些手段呢 變成泛全球化 包括你的IPR智慧財產權 就變成全球要去一力去遵行的這些規則 那現在這些地方 美國都不再具有非常強大的主控力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一個黑幫老大 在它黃昏的時候 用它剩下的拳頭呢 去強迫別人 因為我們剛剛光講這個埃斯姆爾 原來這個埃斯姆爾 它在整個的芯片的製程中間 有過一次是標準跟製程的對抗 就是日本包括了這個叫Nikon跟Canon 他們所做的這種科實法 跟ASMOL跟台積電做的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選擇 而美國選擇了ASMOL跟台積電 先進的製程 你不讓我賣 先進的光刻機 可是那個先進的光刻機 在EUV的時候 本來就是只有 Samsung TSMC跟Intel 這三個大客戶 那後面成熟的這個部分呢 本來它可以有非常龐大的中國市場 所以他們說他們本來要預備 要去把它的產能加到了600台 那這種事去供應中國大陸市場 你現在不讓我賣的時候 你用什麼理由 一個美國的政府 要求一個荷蘭的公司不准賣 當然就是它用一個 第三方的一個長幣的規則 就是你不能夠有美國科技的東西 再去賣給中國 那你這樣擴大你的影響圈的時候 難道不是黑幫老大的黃昏嗎 它立刻喪失了今天的銷售額 第二它逼著其他的競爭對手要起來 譬如中國大陸的自主研發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 會吃掉它原來可以主導的市場 美國曾經非常大量的 享受了中國市場的成長 包括最早的微軟蘋果 不但是沒有今天的營收 不會有明天的市場 更會喪失你後天的競爭優勢 這是美國企業最擔心的 所以難怪新的國會一定會跟商務部好好商量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美國 真的很擔心中國大陸 尤其剛剛的預警積弱真的出來的話 那美國的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都會被發現 那中國大陸來看到的大熊貓 終於要回到祖國的回報了 路透社有報導說 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動物園 其實在當地時間21號宣布 要把大陸的熊貓鴨鴨 還有樂樂歸還給北京 結束20年的租戒期 不過現在卻傳出來說 大陸網友認為 兩隻大熊貓是因為被美國折磨 受到了動保團體壓力 美國才會讓兩隻的大熊貓反國嗎 對此孟菲斯動物園的發言人表示 送回大熊貓的決定 並非跟動保團體的壓力有關 而只是單純因為租約到期 但真的是如此嗎 民眾拍攝畫面中你可以看到說 兩隻大熊貓看起來精神真的萎靡 居住的狀況也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美國有解釋 兩隻熊貓瘦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年紀大了啦